您正在收看的是中文台 您不敢问的 我们帮您问 欢迎收看您的三望南 赵老哥 有 您演过话剧 您演过连续剧 您演过单元剧 对不对 对 可是你一定没有唱过歌剧 其实这个不能算是梦想 我觉得可以尝试 但是在当时我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不敢 第一个我对我的歌艺怀疑 第二个我觉得用演的 用说的 已经难度很高了 如果用唱的把戏演完 我觉得这个不是挑战的解释 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你这个又唱又跳 又要舞 而且还要口白 对不对 那就算了 如果要跳舞 跟我们别提了 对 我这样同手同脚的舞剧 今天我们邀请来的这个贵宾呢 他是科班出身的艺术学院 而且是唱歌舞剧出身的 不能讲唱歌舞剧出身的 只是他在歌舞剧方面非常有成绩 羡慕啊 我一辈子羡慕一种人就是会跳舞的 我也佩服 我也羡慕啊 像会唱歌的 所以今天来的就是我们两个非常羡慕的一部分的主歌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谁 从新加坡到台湾 陈杰一以一曲心痛打开了在歌坛的知名度 并且在华人唱片市场上迅速走红 新加坡出身的陈杰一 生长在一个4000斤的幸福家庭里 他的歌唱天分在中学时渐渐展露 英国王子的御前现场 让陈杰一投入对歌剧的热爱 放弃大学 改念艺术学院 也让陈杰一的音乐和戏剧天分 找到了挥洒的空间 拥有正统戏剧训练的背景 陈杰一在去年演出舞台剧《雪狼湖》 以魅力风靡了媒体与观众 今年他将演出以邓丽君故事为蓝本的歌剧《漫步人生路》 从流行歌坛重回舞台歌剧的光圈里 陈杰一以他的自信与风采得到了英德的掌声 也实现了他学生时代的梦想 今天《彼人三温暖》就为您邀请到这位天生的舞台艺人陈杰一 好 我们来邀请陈杰一 陈杰一 对,训练。 对,训练。 那人家说,人家是形容你的高音,包括你的假音的转换,你说很自然,浑然天成掉的这句话。 被逼出来的。 讲话声音就有共鸣? 对,你讲话用哪里的力量? 其实应该是从这里,不过很多时候都,尤其太累了,都忘了,都从这边。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说,我讲话比唱歌更伤,更伤,对,一定是。 对,有时候比如说很忙的时候都尽量 我看到人家都讲 讲不讲话,保护嗓子就是不讲话 难怪我们歌唱得不好 都讲太多话了吗? 那句话就叫唱,说得比唱得好听 在你身上可以成片 我想其实对陈杰一我们非常好奇 当时你怎么争取到这个雪狼虎 这个林玉峰的这个角色 OK,怎么拿到这个角色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缘分 因为那时候我很少看娱乐报道 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有雪狼虎这个剧 我只知道说听说张雪有在弄一个音乐剧 然后后来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做完 我第四张国语专题 不要让我喝你的那个宣传 就在新加坡嘛 然后香港的唱片公司就打电话来 就说,哎,你知道有这个剧吗 然后你要不要去面试,去争取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差点就这样子错过 因为那时候我的时间很紧 然后我说没有办法 说不行,你一定要 因为那时候他说就算你只是过了几个小时也要来 后来我就过去了 然后到那边就是 他们本来说只要唱一首歌就好了 我就觉得不可能那么容易 因为以前我念戏剧学院 就知道说 音乐剧 他一定是会考你跳舞啊 演戏跟唱歌 那他说不会啦,唱歌就好 我还是不相信 所以我那天都准备好 有穿那个跳舞的鞋子什么的 然后到那边真的 第一件事叫你跳舞 第二件事唱歌 最后叫你读那个剧本 后来就做完那件事就 就过来台湾 然后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到两个星期后 他们的音乐总监就过来说 哎呦,你得到这个角色了 不管说是不是跟张雪友合作 会不会有兴奋或者期待 就是以你个人最早期就非常盼望有歌剧的方式 而且包括你曾经错过一个歌剧的表演 对 那么有这么一个机会 你会不会有点期待的兴奋呢 很期待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出《伤心》的时候 第三章 有 刚才有个机会去演这个《非线世界》 《非线世界》 那个《亚洲学会》 不过那个一演就演半年 那公司当然是说不行啊 你现在到第三章 你一定要好好的做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是有一点点 不是很开心 会觉得有一点 哎呀,这样错过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那隔了一年就有这个《雪狼虎》 所以后来 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是觉得 是一个梦想成真 因为我虽然是练戏剧 不过我从来没有正式的去演过一个 一个commercial的舞台剧 那你演这个《雪狼虎》 有遇到什么障碍和什么困难 还是就非常的顺利 有 刚开始我觉得第一个障碍就是 我广东话不是很好 那个时候 然后那个剧是广东的嘛 然后刚开始是 读那个剧本都有很多字 都不会读 因为它都是那种 他们自己发明的一些字 不是国字 所以你去试唱的时候 不是唱广东歌 没有,我唱英文歌 对,然后后来就慢慢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唯一的不是香港人 然后很多 所有的团员都跟我讲广东话 然后我觉得就帮助我很大 可是当时导演怎么敢用你呢 广东话又会用你 可以,那时候我可以讲 就是那个音很重 那它是觉得应该可以改变 而且最后也改变 而且反正用唱语讲得来的更精细一点 因为唱比容易做得到 讲也许做不到 你读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像我到香港判断报局 看不懂啊 看不太懂 现在看了 读可以吗 当时不行 那个时候很多字都 诶,这什么字 然后后来就OK了 排练多久 那个排练好久 差不多两个月 那在你这一辈子当中 以后还许还有20年的歌艺生涯 也许有演戏的机会 你这个雪中湖这个印象 让你这一辈子不会磨掉了 不会 因为我觉得是第一个 你会有演技术主 会很新闻的 会 但是我知道这个雪狼湖 好像在香港跟新加坡都有演出 对 那你在这两个地方演出 你的心情上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感觉是第一个 在香港的时候当然都很紧张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的心情 我觉得包括雪狼 做过这么多次演唱会 他还是那种 你知道演完第一场他会哭 最后一场也是会哭 每个人是很奇怪 那时候我觉得我最珍惜的感觉是 你不觉得你在演艺圈 就是像回到学校的感觉 大家都是很团结 就是这个整个团是一个感觉 对,很团结 所以我觉得我想最怀念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后来进了演艺圈 觉得很多时候 艺人跟艺人之间还是有那个距离 可是在那里面没有 内撒难没有 对 所以西班内撒难是永远 不过他回到新加坡 不过厉害了 张学有时候他就地头蛇 他就这样说 对 对不对 然后你的演出有不同吗 没有 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因为在相波 你在相波 其实最近几年才真的有 我们自己本地的歌手 以前都是都是听外来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相波的朋友 他们也是带着一种很期待的 说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歌手 跟比如说天王天后再起是怎么样的感觉 所以他们很支持 那甚至有一点不好意思 因为一首歌他可以鼓掌六七次 然后在学有都突然很生气 太过分 他们太过分 这样子 对 别人唱的没有那么多掌声 你唱的会很特别 因为本来也是不知道那个反应会怎么样 那会不会因为说 他跟事实上跟真正的歌剧 有点点差距 但是已经满足你对那份期望 所以才会接继续下去的歌剧表演 因为其实我想音乐剧跟歌剧 我要区分一下 音乐剧是比较流行性的 就是有跳舞 有演戏 有唱歌 不过真正的那种意大利歌剧只是唱 而且那个我绝对做不到 为什么 那个你一定要很专门的训练 因为我没有很专门的训练 你是说唱腔 对 他们那个要读很多年 才能跟那个声音这样子 那个哦哦哦那种 我觉得你年纪还不够也许 没有 我真的不行 我没有受过那种训练 可是你如果说像到Browing那种音乐剧 那种完全没有问题 那个就比较可以 那雪狼虎总共演出几场 加上新加坡50场 50场 每一场都爆吗 对 对都买 很棒 天哪 你便问张学姐她为什么要搞这样的一个歌舞剧 我没有问她 我想她真的是因为唱这么多年 然后一直做同样东西 想做一个不同的表现 对 因为印象深刻这50场 很多很多不同的 的那个画面 有很不好的 有很好的 很不好的 可是很不好的最后还是化为好的 你知道吗很奇怪 过去了你还是会想到很好玩 就是有一些那种不好的事情发生 比如我第一个晚上是噩梦 我第一个晚上我每一次出场都会发生一些事情 第一次就是就是我第一次出来就是自己的戏走出来 然后你知道那个是古装的吗 就穿那种蓬裙 然后就很优雅的走出来 而且那一幕是我要看这 雪有在很远的地方 所以我的头是要这样子 我就没有看地上 而且地上应该是平的 应该是平的 应该是平的 怎么知道它不是有那个trap door吗 那种升降 它竟然掉下去 它其实这个是很大的错 在舞台剧里面是不可犯的错 不过它就是掉下去 差不多有这么多 然后我走走 这样 而且还穿着刚刚新 可是我觉得很奇迹的是 平常一点点都会跌倒 没有跌倒 站住 站住 然后就 而且那个时候刚好要唱第一句 我就开始唱 然后我就听到光泽有点那种 我觉得怎么矮了半截 然后慢慢的又升高了 然后继续唱 而且那个时候 我听到楼下人员在那边尖叫 那些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在那边 哇 不可以在那边骂人啊 然后升起来 之后他们就很紧张 问我 你没有摔倒什么 没有 OK 没关系 第二次出来 那个是我跟艺莲的合唱 然后一文一编 然后是很优雅的 是讲那种少女情怀 那应该是拿起那个小花盆 然后这样子跳舞 我一出去 我看到本来应该有那个小花盆 全部变那种很大 像过年的那种棘子 我就说 这怎么办呢 变成本颈啊 对 那这么大 然后假如我拿起来就是这么大 那拿是拿得起来 因为是假的 不过太难看 我就在那边考量 说我一定拿得起来 不过我要不要拿起来 会不会大家会笑死